包含其實我們昨天看到一個消息 就是說因為這個 蔡英文也的確是找了 相關的高層人士進來商討 那也一度這個林志堅也有一天去過嘛 那現在聽說啊 他們現在討論的這個論調 是有一個共識慢慢在形成的 是要林志堅到時候登記參選的時候 不要填碩士欸 不要填碩士很正確啊 因為他兩個碩士都有問題啊 所以不填會比較安全 因為你知道填了會發生一個狀況喔 就是 萬一 到時候那個台大 那個學術倫理審查委員會 把他撤銷了 中華大學把他撤銷 請問他怎麼辦 那會非常非常難看 所以他為了預防這個 因為其實他們自己心裡頭已經知道 中華大學那邊也許 也許還有轉環的餘地 台大這邊他們是輸定 所以因為他們自己心裡頭已經有輸了 所以我覺得會出現這樣的一個建議 是OK的 這個算是在選舉策略上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一個做法 反正說真的 除了台大那個碩士之外 中華大學那個碩士 那個林志堅顯然自己都看不起嘛 他自己也蠻隱藏 我們不太希望人家知道他是中華大學碩士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做法完全正確 只是今天看到這個東西 我是覺得蠻好笑的 你不覺得這很像小學生作業嗎 就老師已經把其他這個 來問小朋友這個空格你會不會填 對關鍵的問題意思 老師幫你寫好囉 那你研究的緣情你就寫一下 你大概為什麼要這樣做 可是我跟大家講喔 就算是我小學老師對我也沒有這麼客氣 還請字堅自己發揮 我小學老師從來不會說請寒冰自我發揮一下 我老師從來不會這樣講 小學就不會啦 根本不要說你說寫這個論文 老師最多最多寫自我發揮 就這樣子而已 就絕對不會請你怎麼樣 他幹嘛要請啊 對不對 他是師長 我們只是學生耶 所以 第一個從他的整個網還過程中 就是第一個讓我覺得匪夷所思的就是 居然搞了個半天 林志堅自己的論文是他的祕書 而且是公費的祕書喔 不是他自己私人的祕書喔 然後不斷的是去跟他的老師在那邊做網還 那這到底是什麼鬼啊 到底是誰在念書啊 是楊寧儀在念書還是林志堅在念書 然後呢 陳明通對林志堅的口吻之客氣 我從來沒有在大學教授上面看過 我真的是 欸 陳明通 在某一種說法上說他是一個嚴師耶 那你如果遇過這個人的話 你就知道這個人是帶一點傲氣的 他講話帶一點傲氣 他對人可沒有這麼謙卑 可沒有這麼客氣喔 那他為什麼對林志堅客氣到這種地步 這讓我覺得非常匪夷所思啊 然後這邊還請志堅發揮一下 我的天啊 那你這段會寫請志堅發揮一下 那表示其他段是你寫的 是這個意思嗎 不然他為什麼其他段不用發揮 正常的老師我跟你講就算要提 提示學生告訴學生 論文要怎麼寫作 很簡單我格式告訴你 就是大概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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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意思 這些格式我告訴你了 剩下你自己去寫啊 不然呢自己去填空啊 不然呢 對不對 就是其實這通常老師會做的事情 就是我告訴你我要的格式是什麼 你就按照我的格式去寫就對了 絕對中間不會幫你填啊 還幫你填飯本啊 所以今天看到這個東西 我強烈建議一件事情 要把陳明通指導的173個學生 全部拿出來 看看是不是都是這樣 我強烈懷疑中間有很多人啊 內部用的字句大概都差不多 搞不好這就是陳明通的萬用本 一魚多吃 對 他就是每一個學生 只要是稍微有權有勢的學生 大概都有這一段 現在誰麻煩 趕快去把高明明啊 那個鄭文燦啊 這幾個人的拿出來比對一下 看看是不是都有這個東西 不然的話 我想不出來一個大學教授 為什麼要卑躬屈膝到這種地步 你這到底是幹嘛 我講比較那個一點 台大如果是這樣教學生的話 看起來比韓壽學校還不如 我講實在話 有的韓壽學校 其實對學生要求還蠻嚴格的 還不會像這麼離譜喔 你這個看起來我覺得 他現在就是 其他地方都已經寫好了 就是有一些因為 關於到你相關論文 要有一點獨特性的東西 叫你自己再稍微認識 再稍微發揮一下 就這樣子而已 而且如果這一切網環 都超過楊寧怡的話 我真的強烈懷疑 這整篇論文 可能林寧堅看都沒有看過 可能從頭到尾都楊寧怡在寫 那參考的來源是誰呢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其實最可以讓余政皇一槍 必命的人是誰 你知道 就是陳明通 陳明通只要你們不是都有 手上都有證據 你連這麼久的這些東西都留著 那你就告訴我們 我前天也講過了 你就直接告訴我們 你幾月幾號 民國幾年幾月幾號 你把研究大綱 跟那個民調的結果 全部傳給余政皇到底哪一天 然後資料拿出來看 那份郵件拿出來看啊 然後看看那個研究 大家剛剛有到底寫的是什麼 確實啊賓哥 其實像很多這種 包含有去做過相關論文的人 都覺得不可能吧 老師怎麼可能暖成這樣 尤其是如果你是老師一對一 我跟你對話的話 可能也不會寫什麼請治監自我發揮 你可能就寫自由發揮或等等的 還特別是請治監 到底是誰要請治監 到底是誰要請治監 到底是誰是態度比較謙卑的那一位 不是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句語譽是什麼意思 因為他只有這一段叫他自由發揮喔 是 那表示其他的是有格式可以直接照抄的喔 是 不就是這樣子嗎 不然的話不是 一個論文不應該每一段都是你自己要去發揮的嗎 不是這樣 不然為什麼叫論文呢 所以這本身就非常荒謬了 那我也不知道哪個250 以為這樣在幫林智傑 實際上根本就在害他 我覺得 你把這個東西弄出來到底要幹什麼 是 所以我真的覺得喔 他們現在根本已經慌了手腳 那他們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 他們民進黨手上握有全台灣最 忠貞不二 最死硬派的這些支持者 也就是不管林智傑做了再怎麼離譜的事情 他們都會支持他 他們現在咬丁了就這個 蔡英文那天找他們商議也是在商議這個 其實基本上他們知道 他們只要硬拗到底 台灣大概有百分之三四十人是 始終都會相信他們的 這個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樣看起來在學術上 林智傑是死定的 可是林智傑本來就 就是個 就是個不會唸書的人 學術上那些根本不重要 那只是他拿來鍍金的工具 他現在只是上司了一個鍍金的工具而已 可是在政治上他可不一定會輸喔 請大家記住 林智傑那個 余正煌律師的一句話 在政治上他是原創喔 你知道這一點才厲害喔 學術上的原創 或是抄襲那個不算什麼 那只是學術問題 可是政治上的原創就厲害 你知道政治上這篇論文是誰寫 你知道 現在是蔡英文在寫論文 現在林智傑的指導教授叫蔡英文 你知道 也一樣停個空殼 空殼讓林智傑來抄 那抄的時候還一樣有槍手 旁邊現在楊麗多了一千個 在旁邊幫林智傑寫這篇論文 這篇論文才是定林智傑生死的論文 大家今天大爆掛 現在要來開TURBO拼訂閱數了 最靠你們動動手指沖一波 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普克 腦力好自己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來包摸摸水 放鬆心情舒緩焦慮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辣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CTI444